自從政府2021年提出降低強拍門檻之後 在很多不同報紙、雜誌、電視媒體上 都會看到反對降低強拍門檻的理據不足 這條片就跟大家分享一個活生生真實進行中的重建例子 香港一個離不開樓的城市 有人用盡一生只為一個單位 我就比較幸運 爸爸媽媽給了一個單位我主 而且近幾年還有財團收購我們的單位 對我來說,簡直是美夢 但是到這一刻,我才知道是惡夢 大家好,我是33歲的Eason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想記錄一下我的人生態勢 以及給大家了解一下香港真實舊樓收購的情況 我自己是住舊樓的 正在經歷一個財團收購的行動當中 所以除了記錄我的人生態勢之外 我也想給大家看看一個活生生的收購例子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背景 大角咀富貴大廈,紐寧約62年 久經封傷、內傷、外傷都十分嚴重 的確是有重建的需要 但是重建又是否真的幫到我們全部人呢? 現在重建舊樓,財團要收集了整棟大廈80%的業權 剩下20%就會進入強拍程序 集齊全部的業權,再進行重建 今年政府有意放寬強拍門檻 但又是否真正幫到我們小業主呢? 這條影片絕對不是想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英雄 其實我和很多小業主一樣 都是自私的 想用盡我的方法 我的能力去守護我這個家 但是很可惜事與願違 希望大家看片的時候 你可以用微觀 同時也不要忽略雲觀 否則就只會只見樹木 而不見森林 這件事呢 裡面的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的 在今年8月22日 因為我收到政府的檢驗令 所以我就很害怕 因為檢驗代表又要花一大筆錢 那我就打了給收購這層樓的中價 這個中價大約在上一年已經開始進行這個收購了 當日我打給他 剛巧中價公司就在附近 所以我們就商約了第一次會面 收到公司因為要證明我是這個單位的合法的代言人 所以就要我出示業主的文件 那當日我就馬上帶了他去我爸媽的住所裡面 接著在我家裡收購公司就開始跟我聊 開頭的時候收購公司非常非常之好 我媽媽還大讚這個收購公司非常之會說話 我家裡很小而已 只有197呎 但是我就剛剛全屋裝修了 大概花費了30萬左右 那我就希望這次的收購可以回到我這個裝修的成本 所以我就開出給收購公司開出的條件 再高3,000一呎的呎價來買這層樓 本來我就打算收購公司會一口拒絕 3,000一呎都不是小數 之後我再慢慢跟他還價去到2,000 甚至乎多1,000也好 誰知道收購公司竟然一口答應 記得那天吃鹹魚都是甜的 8月27日是我們第二次見面 我們相約在這個大角咀的Starbud那裡見面 聊完一輪之後我就邀請收購公司上我家裡 看看現場的環境和實況 當天在我家裡聊到這個賣樓的細節 這個細節原來是要簽兩份合約 一份是正常的賣樓合約 跟回他收購的價錢 14,000一呎 另外3,000一呎的獎金 就要簽第二份合約 那份是一份合作計劃 簡單來說就是我叫人一起簽名賣樓 幫到他就可以給我一塊獎金 聽完之後我就回絕了 因為我覺得我是來賣樓的 不是幫你打工的 之後劇情就急轉直下了 9月15號我再次約收購公司見面 收購公司也都答應我 明天9月16號12點跟我見面再談 但是惡夢則來了 9月16號收購公司 竟然說他約了另一個meeting 所以沒空見我了 我們當天沒有見面 其實我也很明白的 因為收購公司不是跟進我一個單位 其實他要寄 因為我們整棟大廈有500多個業權 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那我也理解的 之後我就再約收購公司見面 我問他這幾天有沒有機會再可以約到見面呢 但是收購公司就已經沒有再回答我任何東西了 已讀不回 一等就是四天 那這幾天非常之煎勞 老實說 有很多不好的想法都出現了 但是結果都是一樣 再推遲了三天 去到9月23號 我發現收購公司在收購重建資訊群裏 就是福業主的信息 那我就覺得他既然回到業主的信息 Youtube可能會發佈 誰知道收購公司 問非所答 而且還說我要脅他 我真的超級超級害怕 這七八天的耐心煎勞 再加上收購公司現在的態度 180度反轉 那時候可以稱得上是失去了理性 晚上我還因這句說話要脅 我把所有的會議肌肉丟了下海 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我自己從未犯法 而且家裡養兩隻貓 還有小寶在這裡 如果我有什麼事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當天我就想 不如我求求收購公司吧 反正這裏不是什麼大單位 希望他不要再玩我了 這兩星期 我問了我一個做發展商的朋友 現時的樓市急轉直下 所以對財團來說要審慎 但相對地 財團的議價能力也大大提升 再加上政府有意放寬強拍門檻 再大大提升財團的議價能力 現階段發展商會放慢腳步 等候施政報告 在我了解了整個收購重建 是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收購公司 也是在這個政策裡面的其中一環 這隻黃啊 你站起來我幫你對焦 怎麼了 家庭 這個家庭會議不用通知我的 現在通知你 蛤 那個內容是什麼 內容是好的內容 怎麼了 搞到氣氛了 我先想想 不知道 也不算是很形狀的 也不算是很形狀的 但是也要 這個 要是這個 緊要的事情 想跟你說 都是 這樣啊 這樣啊 其實呢 怎麼好害怕啊 又 哎呀 怎樣啊 先放著它過去 你不可以放它下地 大家都一百年多 我們都不是小時候 那 你也知道最近 我發生什麼事的了 那個收樓那裡 非常之不愉快 那 就是 就是 我想問清楚你 就是你明白我現在的處境了 明白 收樓那裡 就是 基本上呢 一定能夠蓋住 之後如果要重新換地方 裝地方 買地方 或者裝修 其實真的完全能夠蓋住 我想 再加上 我和中介 談到這樣 基本上 它一定會玩我 那 我也不會跪下 就是我不會求它 不會求它 那 我覺得 要通知你 因為 之後 你就知道我的環境 這幾年 生意也都不太好 我 那方面 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那 我想說就是 我們未來可能會漂泊一點 就像我們剛才說去日本旅行 可能會因為經濟有些收頭緊 會有更多的滯爪 或者 一些 艱苦的情況 我覺得 首先這件事上面 就是沒有人想的 發生這些事 嗯 還有 那我也覺得 你這樣做 你又沒有錯了 我一向都沒有說 希望 我可以硬硬硬腳 不用做 我也不是說 要什麼大富大貴的生活 就是我又不 其實簡單來說 我都 自己養自己 我也沒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 我又沒有想過 你想到這麼嚴 這麼大件事 你一百年多了 我又不想拖著你 喂 我一百年多 是啊 那我要讓你明白 到以後的情況 是怎樣 我又不是說 想得到什麼 嗯 是啊 開心 就一起開心 不開心 就一起不開心 就好像你有什麼都不說 那就是不開心 就是我 我怕你擔心 但是你不說的時候 我會更擔心 嗯 就是見到你是 一看就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 但是你又不說 就是問你就說 都是那些 其實你等於沒有說過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你明白嗎 嗯 其實你說出來 我可能未必能幫到你 但是 至少我知道你做什麼事 其實 就是 你那天跟我說 你想和我分膽 其實我 真的 真的很感動 因為 我一直 其實都是想 找一個人陪我一起 我之前找不到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 可能找到 哈哈哈哈 那 多謝你了 你很老套啊 哈哈 好老套 為什麼突然 總之 就是這樣 多謝你 一直以來的陪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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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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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例子來說 就算有八成的業主 想把房子賣給財團 但是呢 財團原來可以選擇 收購79% 留下1%不收 去看一下這個市場 去觀察一下這個市場 值不值得收 再去決定 收不收那1% 今次呢 收購我們公司這個財團 就是用這一招 基本上呢 我們就算簽了合約之後呢 都只是拿了他的定金 如果他最終收不夠80%的益權 我們連訂金都要退回給他 就算他收夠80% 再將另外最後的20% 做了強拍 整幅地鐵呢 在法院那裡做了強拍 定了一個價格之後呢 那時候呢 財團呢 也可以因為當時的市面環境狀況呢 去決定 他做不做這個收購 如果不做這個收購呢 以我這個合約為例呢 基本上呢 就連訂金都要退回給他 這樣會衍生什麼情況呢 我們小業主有財團收購 那一刻開始呢 我們應該要接受財團的各種 心理角力 擔驚受怕 他們呢 就要白白地無辜 承受這些財團給他的 各種的GINO 每一個財團的收購方法呢 不盡相同 但是呢 絕對絕對不是我們這些小業主 可以應付得來的 政府放寬這個強拍門檻 原意呢 是幫助呢 市區重建 令到市區更加美好 但是重建之後呢 真正得一的人呢 到底是誰呢 我們這棟大廈有513份業權 當然如果收購完成呢 有一班業主呢 可以贏了我們這棟大廈的維修費 或者一些重建費 大家細想後呢 有沒有想過餘下那些人呢 假設政府真的把這個強拍條例降到七成 513火裡面就有150個人會跌入這個強拍的門檻 這154個單位進入了強拍呢 他們呢 只能得到原先單位的價值 當中的價值呢 還要是不包括搬遷費 和裝修費 可想而知 最後的結果呢 154個單位會是怎樣呢 我呢 本來呢還有追夢的本錢 不用去供樓 但是現在呢 我要付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去供樓 我自己呢 是非常之不願意被收購的 再說一個單位 其實是一個人的家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這個家 他喜歡這裡的交通 喜歡這裡的環境 喜歡這裡的倫理 現在就算給了補償費他 他都要被迫遷出 他們是沒有了一個家 再說有些老人家 根本他們就沒有能力去 承擔一個搬遷費和裝修費 現在這樣收樓再給他原先的錢 他的居住環境呢 只會越來越惡劣 那又對他們公不公平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不支持 將強拍門檻去降低到七成 因為這樣呢 令到大業主的議價能力大大提高 對我們小業主呢 完全是沒有任何保障 我這條片最想最想的說 希望大家反思 到底這個強拍條例 是不是應該被通過呢 降低強拍門檻呢 我個人覺得呢 完全是做不到這個社區重建的效果 反而呢 只是可以幫到一些大財團 去針對一些有商業價值的舊樓去建立 令到財團的議價能力更加之高 完全完全是幫不到我們的 希望大家去反思這一點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呢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呢 可能會覺得 我都是收購不成之後 做一條影片出來 去攻擊這個發展商、地產商 我不否認 這個的確是我的初衷 但是呢 當我了解了重建這件事之後呢 這條影片呢 是我法治內心所做出來的 我對得著天對良心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宏觀點去想一下 看看這條影片 今時今日的香港呢 講真話呢 其實是要付出代價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後果會是怎樣的 前兩天重陽節拜山的時候呢 我都跟我爸爸媽媽交代這件事 我跟她說 對不起啦 我守護不了你們的家 我談得不好啦 她們沒有怪我 反而還安慰我 我媽媽現在六十幾歲 她還在這裡上班 分三份工 十幾個小時 我從小到大都有個夢想 想買一層一千呎的房子 給她們退休 但可惜呢 大過之後呢 我發現真的真的不容易 因為之前有帶爸爸去釣魚 吃魚 所以很多朋友都說我很孝順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我只是一個沒有能力孝順爸爸 還要用爸爸媽媽的房子的兒子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無用的 那麼這條影片來到這裡就完了 我是反對修訂強拍條例的Eason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